明报社评 内地首季经济增长出现历史新低 为负增长6.8% 而且前景不乐观 特别是全球经济萎缩 出口将受到严重打击 加上全球化受政治因素影响 中国在产业链的地位将会削弱 即使如此 也无需过分忧虑 因为预计全年还有望回复正增长 跑赢其他主要国家 主流意见的约方君认为 需要提振内需 但必须趁此机会 消除国民对社会保障的忧虑 以及对住房的负担 从而提高消费力 才是顺势改变格局的良方 新冠病毒疫情对人民的健康带来重创 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也不轻 首季农业 工业和服务业全部负增长 农业一时的艰难不足矩 因为交通运输受到限制 疫情过后就会恢复 工业产品则是内外交困 国内的需求和出口下降 都直接影响工业增速 国内的生产停顿多时 随着疫情受控逐步复工复产 3月份的工业增加值已 从前两个月的-13.5% 缩窄到-1.1% 3月份的出口值同样出现反弹 但由于全球疫情加剧 订单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被取消 估计未来几个月也不容乐观 苹果头条 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本月二日 与党友等共40人 在太子一间酒吧内落半集开会 事后被质疑违反限聚令 先后被特首林郑月娥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建制派议员 左部及外国团体窮追猛打 警方昨晚派多名探员 掩置涉事酒吧调查 取走电视屏幕及一角 CCTV硬碟机修正 有学者质疑政府 值法例玩弄权术 连番针对黄店及泛民议员 只会令罚民更反感 无助挽回林郑英对疫情不力跌至谷底的民望 被指提供地方与陈淑庄等40人聚会的大南街酒吧 Henz 昨晚八时许如常以餐厅形式营业 其间八名村警察黑备心的探员抵达调查 当时仍有两至三桌食客用线 职员其后落闸 至八时半左右重新开闸 其中六名探员取走一个电脑屏幕及一个 CCTV硬碟机离开 至九时许其余探员亦从后门离去 酒吧未有再开门营业 据了解 到场警员为警方牌照科人员 以相约酒吧持牌人到警署陆口供 东方正论 立法会昨日创造了一个文明社会史无前例的耻辱记录 内务委员会开会十五次 历时半年 耗费公帕达七百万元 依然未能选出政府主席 在公民党郭荣康等政客刻意拉布阻撓下 内会陷入瘫痪 不仅所有法案被浪在一旁 连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身任命也无法通过 即使港务办和中联办嫌弃郭荣康等人 涉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反对派依然有此无恐 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法对独职议员作出检控 就是应有之意 内核律政司司长郑若华无动于冲 一美拖字决不作为 艳然为反对派将开保护散 星岛社论 在全球新冠疫情环处高峰之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世界卫生组织严重失责为由 宣布暂停拨款 被医学专家狠批危害人类 特朗普指图美国优先 是意潜踏国际组织已非第一次 指示今次漠视全球人类安危 才引发多方谴责 令美国在国际的领导角色受损 弄巧反绝 特朗普自上周批评世卫后 本周更宣布暂停资助世卫 指其隐瞒病毒传播 散播中国的假资讯 加剧了全球疫情 他此举不但受到俄罗斯 伊朗等非友好国家炮轰 美国盟友英法德都同样不赞成山水猴 欧盟则表示强烈支持世卫 特朗普此举更惹来医学界狠批 著名医学杂志 刺针 主篇霍顿就直指他犯了危害人类罪行 特朗普逝要打压世卫 主要是推射防疫不力之责 他一直忽视新冠病毒 没有为疫战作准备 过去三年又持续削减公共卫生经费 导致新冠肺炎一发不可收拾 以领域三万美国国民死亡 他指责世卫的同时 亦攻击中国 目的就是要对方代他背黑祸 经济社评 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初步趋稳 加上美容院、戏院等的十四天营业禁令下周四届满在职 潮不保值的商户 打工仔复工呼声日响 据悉 港府对是否复业型审神 但审神之余虽有作为 应参考各地释切的经验 尽快公布客观复工点 甚或预备疫情一旦复次时要休业的准则 让业界有指引可医循及做好心理准备 就算在疫情仍可能反复情况下 还可一定程度服业刑生 立法会作审以第二轮1375亿元抗疫基金 上代保留实惠 但起码以略解社会延迷之急 随着作添本港新增确诊 连续第六天六单位数 兼第四天没本地感染个案 公众期望社会转向各式营业禁令和限制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射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